文化三明 文化三明 島米篩谷 立山國小教職員跟學童 特別展演部落傳統生活 農作物收成的武道 為了傳承部落傳統文化 立山部落19號在聚會所 舉辦說話節文化活動 這次文化活動主要傳承的意義 是讓太魯閣指說我們能夠 繼續了解過去祖先人 留給我們的精神跟智慧 除了歌舞展演 傳統競技賽 部落孩童特別以主義朗讀 講述我祖父以前的部落 讓人看見主義傳承的希望 阿朗巴基姆是必要 阿朗巴基姆是必要 阿朗巴基姆是必要的路 在講那個祖父以前的家 然後他們那裡很多樹木 還有很多動物 像是那個山豬跟山羊還有山羌 然而最近立山部落文旦也將採收 收獲節特別舉行促銷活動 對此也有將在佐西鄉 興建水力發電廠的企業 特別宣布要採購3.1萬台金的立山文旦 我們今年還是透過我們那個 私風公司幫我們學銷 還是很感謝他們 一部分的數量是我們的自由行銷 我們今年的文旦品質 有一點受到今年的氣候 早期在事業的時候 忽冷忽熱有一些 大概有落果的現象 所以產量上比去年掉了兩成左右 太魯閣族從小米播種除草 直到小米收割 彰顯族人援手禁忌跟勤勞的本意 並有基本儀式類似和過程 而這些儀式所祭拜的對象 都是家族祖靈為主 透過子孫的勤勞跟誠意 達到祈求消災跟感恩的內涵 原始新聞把握了 馬連卓西採訪報導